江川,我的愿重前男友,我们曾一起创业 我们一起住过十平米的出租屋,一起吃过一个月的挂面 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好,我们却分手了 分手后,他把公司给了我,说从此两步向欠 可转手,他就注册了新公司,成了我的竞争对手 只要是我的客户,他抢得毫不手软 又总是给我留一线,半死不活地吊着我 则狗一样的男人,说到底,这事也怪我 谁让分手是我提的呢,就在他准备向我求婚前 理由是我爱上别人了 一开始江川是不信的,可我恩爱秀得多了到底还是把他惹怒了 最近,我被江川打压得有点狠 这货抽了疯一样,宁可自损八百 硬生生把我手上的客户抢去了大半 连带着陈绿也糟了秧 听他说,最近业绩差得不行,天天被老板批 我知道这其中定然少不了江川的手笔 只因前几天我拉着陈绿在他面前秀了一场恩爱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陈绿丢了工作 我在酒吧喝了不少酒,越想越委屈,一个冲动打车来了江川家 我在他家门口犹豫了半晌,也没有勇气敲响眼前的门 我怕我眼着眼着就真情流露了 你在干什么? 在我的手地恩赐举起时,身后传来凉凉的声音 我惊恶转身,对上江川冷然的眸子,心狠狠一痛 不知道他在我身后站了多久,我有些局促 江川的视线在我身上转了一圈,静直绕过我开了门 不进来 见我愣在门口,江川淡淡扫了我一眼,做事要关门 我猛然回神,从门缝里挤了进去,却被江川一把按在了门板上 浓烈的酒味窜入鼻息,我才惊觉江川也喝了不少酒 苏青青,半夜三更走进男人家里,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江川低沉的声音带着蛊惑,温热的气息轻易撩拨了我的心弦 我叹了口气,直奔主题 江川,你怎么对我都可以,但求你别再针对陈绿了 怎样都可以 江川的声音骤然转冷,好,今晚留下来陪我 闻眼我正正地看着他,没想到他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不想留下,就给我滚 许是见我太久没反应,江川松了手,冷冷地看着我 大概是酒精上了头,我内心地渴望疯狂地滋长 想着借这个机会留一晚也好 最近,我真的想他想得快要疯了 我心一横,点起脚尖,附上了他的唇 江川的身体僵住,一时没有回应 我的理智慢慢归拢,刚想退开,却被他扣住后脑勺加伸了这个吻 一夜迷离,早上我在江川的怀里醒来 熟悉的气息在鼻尖蔓延,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微微起身,刚掀开背脚,腰间的手一收,又重新跌回了他的怀里 轻轻,回我身边吧 江川的声音带着点起床气,低沉又性感 我一声好,差点脱口而出 江川,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希望你说话算话 气氛瞬间变冷,消散了一世的暖昧 你就这么喜欢他 江川沉默了一瞬,咬牙问我 是啊,小弟弟又软又乖,又,我故意顿了顿,笑着看他,他可比你有趣多了 滚,终于等到他这个字了,再不走我怕我演不下去了 我麻溜穿好衣服,刚走到门口,身后传来了江川的声音 苏清清,跟他分手,以前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 江川的声音又低又沉,他曾何其骄傲,我瞬间破防 眼泪无声滑落,我落荒而逃 如果,没有那份报告,大概我会嫁给江川吧 可如今,一个早安稳都成了奢望 自那天以后,江川再没找我和陈绿的麻烦 一切回归正常 听说他身边多了一个女孩,温柔可人 听说他们门当户对,婚期将近 听起来他过得还不错,我该高兴的,可心里总是空落落 陈绿约我吃饭,我本是不想去的 这几天好像胃病又犯了,总有些难受 可他说,这个月业绩翻倍,拿了双倍的奖金 我不想扫他的心 陈绿点了我最爱吃的糖醋鱼,可不知为什么 一闻那味道,我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还没来得及走进洗手间,我就对着拖把持土了个昏天暗地 我缓了缓神,直起身,一张纸巾出现在眼前 我一转眼,对上江川好看的桃花眼 他的眸色沉沉,眼里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四目相对,一时无言 我受不了他周身的低气压 到了声泄就想离开,却被他拉住手腕 你怀孕了? 怀孕两个字重重,砸在我心头 我自嘲地扯了扯唇角,没有,只是胃不舒服 江川你没看我,也不松手,像是在考究我话里的真假 你放心,那天回去后,我吃了药,就算怀上了,也不是你的 江川的脸黑了下来 握在我手腕上的手捏得我生疼,这样最好 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是临了那一言,他好像红了眼尾 没有江川十半子,公司的业绩又慢慢回升了 可随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应酬 新积累的客户总归没有老客户省心 之前业绩不好,有能力的销售都跑得差不多了 新招的销售又不太熟悉产品 即便是身体在不适,我也不得不在饭桌上强撑着应付 今天的客户尤为难缠,是个油腻的中年大叔 一进包厢,看到他那赤裸裸的眼神 我就犯恶心,可到底抵不住对方才大气粗 我一想那大单子,咬牙拼了 我特意带了酒量最好,颜值最高的美女销售 就不信还搞不定他 这货却不知怎的盯上了我 明里暗里吃了我不少豆腐,还一个劲地逛我酒 我让销售陪他喝,他还嫌我没诚意 最近这位也是越来越矫情了,一喝酒就难受得慌 酒一杯杯地下肚,胃里火烧一样的难受 终于,在第三次吐完后,我坐在马桶上崩溃了 几天积累的坏情绪在这一刻统统爆发 我胡乱抹了抹眼泪,拨通了江川的电话 江川,你个王八蛋,谁稀罕这个破公司,你赶紧给我拿走 电话一接通,我就对着话筒吼,声音染上了一丝哭腔 你在哪?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问我 我在哪? 我在陪老男人喝酒,我特么辛辛苦苦守着你的心血 你还抢我的客户,老娘不干了 没给他说话的机会,我就把电话挂了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不用看我也知道是江川 索性直接静音了 好玩,我的气顺了一半 说不干了也只是气话,一公私的员工等着吃饭呢 我又在马桶上做了会,差不多平复了情绪 我就打算回包厢了 洗了把脸,稍稍收拾了一下 刚出洗手间,就撞见了匆匆跑来的江川 他说他正巧路过,可瞅着他汗津津的额头 我总有些不大信 江川说他可以帮我搞定这个客户 我有些惊讶,挑眉问他这次又有什么条件 不然再陪我一晚 江川凑近我,笑着调侃 我瞬间黑了脸,美好气地斜了他一眼 转身欲走 可开玩笑的,你乖乖配合我演戏就行 这个你擅长 我,什么叫我擅长 我有些心虚,抬眼对上他温柔似水的眸子 瞬间乱了心 还未等我深究,江川已经拉着我往前走了 罢了罢了,他自己挖的坑就让他自己去填吧 我和江川进包厢的时候 沈总正在调戏我的美女销售 我有些生气,正想上前却被江川一把拉住 沈总 江川嘴角勾着笑,声音却微凉 江总 您怎么在这里 沈总看到我们俩一起出现 脸色明显变了变 江川笑了笑,自然地揽上我的肩 在附近吃饭 顺道来接一下未婚妻 沈总惊愕地看着我们 一脸难以置信 你们 你们不是竞争对手吗 呵呵 本就是一家人 哪来竞争一说 江川说着 还不忘宠溺地看了我一眼 桃花眼里自带柔情 我家青青小孩子心性 非要我赢了他 才肯嫁给我 一点小情趣 让沈总看笑话了 若不是当事人 我都快信了他的鬼话了 这家伙简直就是细精本精 在江川表态后 沈总爽快地签订了合同 不得不承认 江川这个办法简单粗暴 我们两家公司的产品 几乎是一样的 都是江川一手带队研发的 市面上替代品不多 即便有 也很难在价格和质量上赢过我们 像沈总这样的大客户 我或者江川是他必然的选择 他之前敢为难我 也不过是手里还有江川这张底牌 饭后 江川执意送我回家 我推却不过 便也随他了 安静的车厢里 谁也没有说话 我已在车窗上 偷偷打量他 心情有些复杂 我总觉得 他今天有些怪怪的 像是知道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怎么 不舍得下车 江川戏谑的声音 拉回我的思绪 原来这么快就到我家门口了 江川 今天谢谢你 千言万语 到嘴边只剩下一句谢谢 江川轻笑一声 嗯 打算怎么谢我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眼前一片阴影落下 江川突然俯身 吓得我缩在座位里 一动不敢动 他 安全带扣子打开 江川轻轻地抱了我一下 没有过多留恋 就松开了我 轻轻 抱一下和解了好吗 以后我们公平竞争 看看谁先研发出新产品 可以吗 我正正地看着他没说话 他的转变太快 我一时有些琢磨不透 做不了恋人 做朋友总可以吧 你 我震惊到说不出话 这还是之前那个说 要跟我死磕到底的人吗 江川笑着摸了摸我的发顶 语气温和 不早了 快回去吧 回到家 我整个人还有些忙 江川变了 我们好像可以和平相处了 他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 很是从容 眼里有些到不明的情绪 但不再带着伤 他 好像真的放下了 我想 大概是因为他身边新出现的那个女孩吧 这样也好 不知怎么回事 那天江川跟沈总说的话被传开了 所有人都在问我 是不是好事将近 我找江川商量 要不要找个机会 再演个分手戏 毕竟是生意场上说出去的话 也不能直接否认 江川却说 传点绯闻 又不能少快肉 还有利于两家公司强强联手 不让其他对手有机可乘 何乐而不为 话操理不操 我倒是无所谓 就怕他女朋友吃醋 我有口说不清 可江川说他也是同意的 我便不多说了 说实话 这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 生意好了很多 客户也没那么难缠了 我乐得轻松 可苦恼的是 我和江川作为未婚夫妻 免不了要一起出席一些场合 人前也常要做作秀 周末 江川的一个合作方 邀请我们去他的民宿玩 我是拒绝的 路有些远 我怕当天回不来 江川说 这个合作方对他很重要 并保证当晚一定会回来 我勉强答应了 谁知傍晚突然下起了暴雨 山路被堵 所有人滞留在民宿 毫无悬念 我和江川被安排在一个房间 还是情侣大床房 晚上睡觉成了大问题 我没带换洗的衣服 想找浴袍将就一下 可打开衣柜门 只看到两件轻薄的真丝睡袍 我傻眼了 这不是引人犯罪吗 我脑子里 闪过江川穿上睡袍的模样 不错 你穿上肯定好看 身后突然传来江川带笑的声音 我瞬间红了脸 撑了他一眼 抓起睡袍就躲进了浴室 洗完澡 我在浴室磨蹭了半天才别扭地走出来 江川不在房间 我的视线转了一圈 发现阳台的玻璃门关着 外面点点星火跳动 他在抽烟 我看着房间正中间撒了玫瑰花瓣的大床 有些无奈 趁着江川还在外面 我赶紧从柜子里拿了条备用被子 把自己裹成粽子窝在了沙发里 刚躺好 阳台那边传来动静 我立刻闭上眼睛 装睡 江川的脚步在我面前顿了顿 转而进了浴室 听着花花的水声 我的心里泛起了疑泥 暖黄的床头灯打在江川的侧脸 额前的碎发略显凌乱 还带着点水气 慵懒又近欲 我眯着眼偷看他 有些恍然 江川的视线突然扫来 我慌乱地闭上眼睛 在睁眼 他放大的俊脸近在咫尺 我心跳加速 确定要睡这里 山里潮湿 虫乙蛇鼠最爱晚上出来活动 沙发这么小 你睡相又差 万一滚地上 啊 你别说了 我吓得从沙发上弹起来 抖出了一身的鸡皮 我怂了 任命地抱着被子上了床 江川好心情地笑了 我再次躺在他身侧 华丽丽地失眠了 却强装入睡 突然 腰间一沉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江川把我揽进了怀里 我贪恋他的气息 闭着眼继续装睡 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 我是被江川打电话的声音吵醒的 尽管他已经压低了声音 瞎说什么呢 昨天突然下暴雨 我们才没回去 好好好 难为你了 回去给你买礼物行不 我保证今天就回去了 江川的声音很是温柔 带着宠溺 让我想起他以前哄我时的模样 只是对象已不再是我 此时此刻 枕着江川的手臂 握在他怀里 不愿意醒来的我 显得有些可笑 我突然很想删自己 对那个女孩的愧疚感 油然而生 我该跟江川保持距离的 从民宿回来以后 我的肠胃好了不少 但生理期好像特别不正常 我的生理期向来不太准 提前十天半个月 又或者推迟一两个月 都是尝试 但这次好像推迟得格外久 我挂了专家号 医生问我有没有怀孕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 医生还是坚持让我做个检查 确认一下 拿到报告单时 我直接呆愣当场 我竟怀孕了 已经将近三个月了 我坐在医院的长廊上 很想给江川打个电话 可到底还是忍住了 他好不容易进入下一段感情 再说 我这个孩子能不能留下 还是个未知 我把头埋进膝盖里 思绪万千 我和江川在读大学时就在一起了 毕业后 双方父母开始催婚 只是创业初期 我俩都没这个心思 后来 公司渐渐步入正轨 结婚生子这事 又被提上了一程 正儿八经谈及婚姻 我是有些发出的 我家有遗传病史 我大伯到现在 也只有五六岁的智商 我姑姑家的小表弟 即使倾家荡产的治疗 也还是比正常孩子发育慢一拍 我唐姐结婚多年 怀过几次孕 无一例外都没能保住 好像说基因有问题 最后连婚都离了 所以 再次被催婚时 我偷偷去医院做了检查 我希望出现奇迹 可惜并没有 我的情况比唐姐还糟糕 我连怀孕都困难 可没想到就那一晚 我竟怀孕了 想到医生刚刚说 孩子不好的概率 高达80%以上 这事我决定不告诉姜川 她成了我心里最深的词 真的怀孕了 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惊恶抬头 姜川已经从我面前走过 她的壁弯里挂着一个女孩 正对着她撒娇 我都怀孕了 什么时候才能公开啊 再等等 乖 我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内心深处的某根弦 轰然崩裂 我的眼泪再也收不住 他们竟然连孩子都有了 我和姜川再也回不去了 联系也不能演了 自那天以后 我一直催着姜川 找个合适的由头 跟我演一场分手戏 可姜川却一直不以为意 我又一次被迫陪她参加宴席 她演戏演上了头 不顾我的眼刀大秀恩爱 人人都夸我们郎才女貌 羡煞旁人 每每有人问她 什么时候结婚 她都咧着嘴说快了快了 所有人都笑着 祝福我们 唯有我心酸不已 江川照例送我回家 她大概看出我不高兴了 想着法子逗我 可我没心情搭理她 你怎么了 不高兴吗 临下车时 她拉住我问 我怒了 大骂她渣男 女朋友都怀孕了 她竟然还为了公司的 那点迎头小利 跟我不清不楚 以后让那女孩如何自处 顶着小三的帽子嫁给她吗 我骂得起劲 姜川的脸却越来越黑 最后 一个炙热的吻 直接堵住了我的话 我瞪大眼睛 挣了好半想 才想起来推开她 姜川 你疯了吗 是 我是疯了 被你逼疯的 苏清清 你一向聪明 我有没有演戏你看不出来吗 我喜欢的人从来就只有你 怕 我一巴掌甩在姜川脸上 毫不留情 是的 我恼羞成怒了 为自己的不知廉耻 姜川心里还有我 我怎会看不出来 她眼里的眷恋 那是毫不掩饰啊 可我不能明知 她有女朋友了 还借着演戏 自欺欺人 明明说分手的人是我 明明想成全她的人 也是我 我不应该一次又一次贪恋她的温柔 那女孩何其无辜 说到底 我才是最渣的那一个 我跌跌撞撞下车 姜川没有追上来 临近门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姜川在急切地说着什么 但我脑袋嗡嗡响 什么也听不真切 第二天 我出门的时候 发现姜川的车停在原地 她坐在我家院子的台阶上抽烟 烟头落了一地 见我出来 她立刻掐了烟起身 轻轻 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姜川的声音有些沙哑 听着很是疲惫 我看着她青色帽间的胡子扎 和身上皱巴巴还没换洗的衬衣 叹了口气 姜川 你这是何必呢 你有女朋友了 我也有男朋友 她是陈绿的女朋友 见我正冷 姜川又解释了一遍 声音有些急切 你在医院看到的那个女孩叫姜若 是我堂妹 刚从国外回来 是陈绿的女朋友 孩子也是陈绿的 我内心惊涛骇浪 这怎么可能 姜川说已经叫了陈绿过来 应该快到了 我颤抖着手 重新打开门 坐在沙发上猛灌了一杯冷水 才稍稍平复了心情 姜川坐在我对面 看着我欲言又止 陈绿很快就来了 一起的还有那个女孩 陈绿的视线 在我和姜川之间来回看了几眼 有些心虚 姐 对不起 我帮着外人一起骗我 可真出息 我气得抓起桌上的苹果砸她 引得她哇哇直叫 陈绿是我表弟 刚到这边工作 被我拉来做了挡箭牌 没想到人见色忘义 早就倒戈了 那个 清清姐 是我的错 都是我主动的 你刚跟我哥分手的时候 我哥天天喝得烂醉 我就好奇 什么样的男人比我哥还优秀 我就主动接近她 结果发现她根本就不是你男朋友 她还是母胎单身 后来我感觉喜欢上她了 我就 看着姜若低着头脸红的模样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那为什么瞒着我 我跟陈绿本来就是假的 我还能拆散 你们不成 还不是我哥 可姜川突然出声打断女孩 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 你们可以走了 接下来的事 我自己跟清清解释 陈绿和姜若对视一眼 麻溜地跑了 我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姜川 这几天 沉重的负罪感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 现在总算是消散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演得挺好 结果她才是影帝 我心里有得慌 故意别开眼不看她 姜川叹了口气 走到我身边坐下 牵起我的手握在掌心 我正了正 却被她握得更紧 为什么 我抬眼看她 心里有些奇怪 你钻起牛角尖来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一时猜不透你的心思 只能配合你演戏 我怕没有陈绿 你转头又找个别的男人来演 陈绿至少我放心 清清你知道吗 你说你爱上别人的时候 我感觉天都要她了 我幼稚地跟你抢客户 在你面前刷存在感 一开始我没想真的跟你抢 可你一再地刺激我 我 那段时间我快要疯了 一边抢你客户 一边疯狂自责 后来知道了陈绿是你表弟 又看你受委屈 崩溃地给我打电话 我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瓜子 我默默听着 心痛地一抽一抽的 啪哒 一滴眼泪落在我们娇卧的手上 姜川小心翼翼地捧起我的脸 给我擦了擦眼泪 轻轻 能告诉我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吗 我 看着她眼里的西迹 我心里的话 还是说不出口 说我这辈子 没办法和她组建 一个完整的家庭 甚至还会影响 她后代的基因吗 她明明还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拥有更好的人生 而且 我低头不露痕迹地 看了看小富 如果这个孩子注定要失去 我宁愿她从来不曾知道 姜川眼里的光一寸寸暗去 甚至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我心痛得无以复加 一头扎进她的怀里 对不起 再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再确认一件事 清清 你还爱我吗 姜川紧紧抱着我 出声打断我 声音嘶哑 满是受伤 我哽咽地说不出话 只在她怀里拼命点头 姜川好像如是重负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亲了亲我的发顶 好 我等你 但是清清 不管发生什么 一切由我 别一个人扛 我才看看收住的眼泪 再次决堤 哭着在她怀里点头 姜川飞缠着我搬回她家 我经不住她磨 还是答应了 一进门 小贵子就扑了我一个满怀 小贵子是我和姜川养的小肥猫 总喜欢跟姜川争风吃醋 这小家伙也就跟你亲 上次去民宿晚上回不去 我托姜若照顾 她可禁折腾 把她整得都快惊分了 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 求我赶紧把这祖宗接走 我逗弄小贵子的手一顿 原来那天早上的电话 是姜若打来的 想想自己那些天生的闷气 有些哭笑不得 晚上姜若和陈绿过来吃饭 姜川亲自下厨 她的手艺一如既往的好 我一不小心吃多了 饭后就摊在沙发上揉肚子 清清姐 你是不是怀孕了 这肚子怎么比我还险 姜若语出惊人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落到了我的肚子上 啊 大概是吃多了胖的吧 我忙坐起身 心虚地拉了拉衣服 可其他地方也没见你胖啊 姜若的视线 在我身上上下打量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笑着打哈哈 想什么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你哥分开很久了 姜若没有再扯着不放 可我总感觉有一道灼热的视线 粘在我身上 顺着看去 正好对上姜川温柔的眸子 亮亮的闪着光 夜里 情到深处 姜川却说 她突然想起有些工作要处理 匆匆出了房间 不知过了多久 我半睡半醒间 感觉姜川小心翼翼地将我拥入怀里 温热的手掌抚过我的小腹 动作极尽轻柔 有姜川在身边的日子总是分外美好 我开始期待我们的未来 幻想着三个人的小家 可事情却总不那么尽人意 生日那天 上午我去了医院 晚上 我疲惫地回到家 却发现姜川偷偷给我办了个生日派对 大家都玩得很嗨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强撑着跟大家闹了一会 然后坐在角落里低头看手机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惊呼声 我一抬眼 将穿一身黑色西服 手上捧着一大束玫瑰朝我走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人已经站在了我面前 单膝跪地 轻轻 嫁给我好吗 周围的呐喊声 一声高过一声 我正在原地忘了反应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全场安静下来 气氛有些诡异 我刚想拒绝 姜川却突然起身 把戒指重新揣进了兜里 对不起 我心急了 你可真狠心 还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我 姜川的语气里 带着点委屈 一脸宠溺地刮了下 我的鼻子 我有些莫名 你们以后 没事都别来找我玩啊 我媳妇说了 不研发出新产品不结婚 为了早日娶到媳妇 明天开始 我天天泡实验室 姜川扯着嗓子 对看热闹的人喊了一句 气氛瞬间又活跃起来 众人笑着调侃我俩 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看着姜川脸上灿烂的笑容 我眨了眨酸色的眼睛 努力把眼泪逼回眼眶 宾客散去 我和姜川相视无言 姜川 对不起 没事 说了要等你的吗 姜川摸了摸我的头 故作轻松 眼里却是怎么也掩不住的落寞 我张了张嘴 什么也说不出来 乖 别想太多 洗个澡早点睡 我去书房处理点工作 关上浴室门 我站在花洒下刃有水喷洒在脸上 不知其中加着多少眼泪 我有些崩溃 早上我满怀期待 去医院做了进一步产检 却显示高风险 孩子可能是唐氏化 医生说 即使生出来 智力也不正常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糟糕的生日礼物了 我一整天都浑浑噩噩的 犹豫着要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姜川 我没想到 晚上她会突然跟我求婚 我懦弱地退缩了 第二天早上 江川妈妈给我打电话 清清 你和江川在一起多年 为什么拒绝她的求婚呢 她声音温柔 像对待准媳妇一样关心我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她没怪我 心里反而有些难过 紧接着 她却说起江川是独子 家里三代单传的事 不能早些抱孙子 她和江川爸爸多少有些遗憾 我陷入了痛苦中 因为我的态度 这段时间 江川的眼里也没了光 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觉得我大概是错了 还错得离谱 不管怎样 我至少应该问问她的意愿 我自以为是的 替她做决定 总以为是为她好 却从没问过她到底好不好 宝宝是爱情的结晶 却不是爱的全部 她有知情权 也有选择权 我想起我曾开玩笑地问过她 如果我生不了孩子怎么办 她想了想 很认真地回答我 轻轻 对于孩子我不强求 若有 那是锦上添花 若没有 有你也已足矣 我相信 这是她的真心话 只是我一直在钻牛角尖 而江川妈妈说的那些话 我也认真考虑过了 如果腹中的宝宝 能通过排除畸形的运检 查出是健康宝宝 那就迎刃而解 如果不能 那也要勇敢面对 我又择日去做了一次 更全面的检查 这一次 不管结果好坏 我都打算跟她摊牌了 只是 还没等到报告结果 我家有一传病史 终身无法生育的留言 先在圈子里传开了 大家纷纷猜测 我一直拒绝江川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事儿 是朋友转述给我的 朋友说 是在一场交流会上 我们大学的一学妹陆心仪 不小心说漏嘴的 朋友还说 陆心仪说完就特别后悔 急得都快哭了 一直追着江川解释 甚至提出 让利10%跟江川合作 作为弥补 对此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她的心思 我岂会不懂 陆心仪 资深绿茶一枚 大学的时候就对江川念念不忘 明里暗里整了不少幺蛾子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还没死心 若是几个月前 我大概会帮她追一追江川 毕竟她对江川也算是真心 但现在 晚了 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安慰我 当然 有些是真心实意的 但大多数不过是 看热闹不嫌事大 就想从我这里探探虚实 我没心思跟她们虚与尾仪 索性无事了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经过那么多事 我的心境已经慢慢平和 突然 清脆的短信提示音响起 检查的结果出来了 我颤着手点开 低风险三个字 瞬间戳中了我的泪点 原来 奇迹是真的存在的 江川找来的时候 我正已在湖边的栏杆上 拿着面包碎喂鱼 刚看到一条通体金色的小鱼游过 很是漂亮 我不由往外探了探身 想看得更真切一些 突然 有人从身后猛地抱住了我 随之而来的是 江川交集的声音 轻轻 我不在乎有没有孩子 这个傻子 莫不是以为我要跳湖 他大概是忘了 我会游泳 还有得很不错 看着他紧张的模样 我鼻子微酸 江川 我怀孕了 江川狠狠愣住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看着他那傻样 我拉过他的手 附在我的小腹上 傻子 我怀孕了 宝宝是健康的 你要做爸爸了 江川温热地手掌 小心翼翼地妈撒 恍若捧着珍宝 隔着衣衫 我都能感受到 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原来 原来你真的怀孕了 我以为是我猜错了 江川喃喃自语 我知道 在江若怀疑我怀孕的那天 他就猜到了 我那拙劣的理由 也就能骗骗江若 不然 他也不会那么着急求婚 只是后来被我拒绝 便又陷入了自我怀疑 那你为什么 还要拒绝我的求婚 江川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眼里的震惊和喜悦渐渐退去 一丝忧伤 慢慢爬上眼眸 因为我不确定孩子能不能留下来 之前医生说我的染色体有问题 很难受孕 即便是怀上了孩子 也不一定健康 不健康的孩子 即使平安长大 也没办法自理 他们将是家人一辈子的负担 我这些年 亲眼见证了太多这样的痛苦 所以 查出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后 我不想连累你 就提出了分手 江川瞬间红了眼眶 把我紧紧搂进怀里 我继续说 可分手后 我很想你 每天疯狂地想你 所以那次你让我留下来 我答应了 可没想到竟然怀孕了 江川 陆心仪说的真的 因为有家族遗传病史 我才会拒绝你的求婚 不过别担心 就在刚刚 排机检查的结果出来了 宝宝很好 我吸了吸鼻子笑着看她 所以 她应该是能留下来了 你开心吗 嗯 开心 江川的声音带了点哽咽 轻轻 对不 我点起脚尖 吻向她的唇 把她还未说完的对不起 淹没在了唇齿间 晚上 我坐在化妆镜前 任由江川细细吹干我的发丝 修长的手指 在我发间穿梭 轻轻柔柔 勾起了我心里的涟漪 我微微侧身 还上她的腰 在她怀里蹭了蹭 江川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江川毫不犹豫地回答 为什么 生个女孩像你一样 娇娇软软 想想就喜欢得紧 我瞬间垮下脸 那以后不是多了个人跟我争宠 哈哈 那就生个儿子 我从小教他跟我一起宠你 把你宠上天 江川捏了捏我的脸颊 笑得爽朗 三月的天还有些微凉 我的心却暖得不像话 我和江川一起睡了个大懒觉 第二天一早 我满世界找我的手机 江川轻易地从沙发底下找了出来 定是小柜子调皮给我踢进去的 以前他也总喜欢藏我手机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 在江川的手机上设置了定位 恍如初醒 我猛地抬头看向江川 我跟他分手的那段时间 为了留住客户 常常应酬到深夜 才独自打车回家 每每这种时候 我总感觉 有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我曾有所怀疑 但毕竟每天都是不同的出租车 也从未停留 只是在我开门进屋的时候 正好从我家门口经过 我想大概是附近也有人 跟我一样疲于应酬 便也没再多想 如今细细想来 哪有那么巧的事 怪不得他每次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我看着眼前训斥小柜子的江川 不自觉扬起了唇角 原来他一直都在 知道我怀孕后 江川为了多陪我 把很多工作都放全了 却独独没有放下新品的研发 终于在一个月后 新品上市 公司举办晚宴 江川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条 雾蓝色的A字纱裙 带点仙气 还能完美遮住我的肚子 我很是喜欢 只是 看着脚上的白色球鞋 我有些郁郁 我的本意是穿小高跟 最后在江川的威逼力诱下 无奈妥协了 索性 礼服略带俏皮 搭配起来 倒也不算为何 这人真是管得越来越宽了 可我心里还是有点甜甜的 宴会的宾客陆陆续续到的差不多了 我和江川作为东道主 免不了在人群中应酬 江川对我寸步不离 总是下意识地护着我的肚子 再加上我这身装扮 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 苏总 您鞋带散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我低头看了一眼 正想弯腰 一抹高大的身影已经轻身蹲在我面前 修长的手指熟练地替我系上鞋带 哇 江总也太贴心了 一直听闻江总是宠妻狂魔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轻轻怀着孕 我自然得多宠这些 对于众人的调侃 江川乐呵呵的解释 原本闹哄哄的宴会厅 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的神色怪异 纷纷看向人群中的陆心仪 陆心仪的脸色有些难看 只是脸上的笑依然得体 学姐 恭喜你 之前是我误听了谣言 真是对不起 只是 学姐去检查过吗 毕竟你有家族遗传病 医生说孩子很健康 这么大的人了 没点辨别是非的能力吗 我还没说什么 江川已经冷冷地对了回去 学长 我 陆心仪委屈巴巴地看着江川 看着好像要哭了 江川却不吃他这一套 直接忽视他带着我继续接待宾客 人群稍微散开一些时 江川低头告诉我一件事 前阵子他妈妈得知我怀孕后 还特意找他谈了一下 言语间提到了 我家有遗传病的问题 问江川怎么回事 江川解释了孩子没问题 但他始终不解 到底是谁拿着试去做了文章 现在终于知道了 晚宴正式开始 江川上台致辞 他一身正装 意气风发 他说了很多 却把所有功劳都给了我 他说他感谢我一路的陪伴 感谢我在他创业之初 跟他携手共进 也感谢我在他事业出城时 鞭策他不骄不躁 所有人都听得动容 但我知道我并没有那么好 他走下台 一步一步走向我 步履坚定 所有人都在看他 而他的眼里 却只印着小小的我 又一次 他在我面前担心跪地 轻轻 我做到了 新产品研发成功了 嫁给我好吗 好 这一次我不再退缩 以后的路不管风雨 我们一起努力 小小的借圈套在 我的无名指上 我热泪盈眶 他用尽全力 给了我所有的体面 不给任何人 诋毁我的机会 他很好 真的很好 一路兜兜转转 我们走得很曲折 有过暖阳 也经过风雪 是他不顾一切地奔向我 毫无保留地信任我 我何其有幸 晚宴结束 我们手牵手慢慢走回家 暖黄的路灯 拉长了我们的影子 可能过不了多久 我们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 未来 无限可期 全文完 情人节那天 小三让我帮他带孩子 他要和我老公去约会 我为他们贴心地准备了约会地点 餐厅 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 却不知 晚上 餐厅会喷 的一声 炸成烟花 一 情人节快到了 我问老公去哪里玩 老公路名正冷冷地说 那天有事 回不来 他说完 穿好衣服走出门 我知道他现在出门 并非因为公务 而是去找韩雪 也知道情人节 他一定会陪着韩雪花钱月下 毕竟 韩雪与他的孩子 马上要两个月了 我微笑着说 啊 那没关系 辛苦了 老公 路名正有点意外地回头看我一眼 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还笑得出来 毕竟 我已经知道他在外面有孩子 一年前 他和真爱韩雪在外面偷偷地住巢 很快地怀孕生子 还是个儿子 路名正隐藏得很好 从头到尾 我都被蒙在鼓里 若不是韩雪自认为生了儿子 高枕无忧 主动地向我透露 我可能到现在都还蒙在鼓里 前世 我知道后大发雷霆 和陆明正闹得天翻地覆 想和他离婚 因为两家有生意往来 陆明正不同意 我们的离婚 成了拉锯站 中途韩雪一直刺激我 他约我出去谈话 诚恳地说 姐姐 新的法律出台了 不知你看过没有 女人可以自由地生下私生子 不用出生证 不用找爸爸是谁 生下来就可以上户口 私生子也可以合法地继承财产 我做情人 可以随便用你老公的钱 买房 买车 买珠宝 却不用承担原配妻子的责任 孩子一样享受继承权 而你 必须照顾老小 钱也没到手 何必霸占位置不放呢 韩雪的话让我无从反驳 新的法律出台 的确让人恶心 男人的私生子拥有继承权 女人的私生子却没有继承权 甚至还得赔偿男人 这是个什么道理 听到韩雪的那番话 我愤怒地掀桌子 滚 我的脾气一向不好 是家里的小公主 有事绝不忍着 我被这对男女恶心坏了 当晚回去找陆明正闹 宁可不要财产 也要马上离婚 陆明正依旧不同意 但在我扇了他两耳光后 陆明正同意了 条件时 我净身出户 当时 我以为家里有钱 就算不要陆家财产 也无所谓 迅速地和陆明正离婚 后来想起 真想抽自己大耳光 穷困潦倒地死在病床上 闭眼在睁眼 居然又重生回离婚前 此时韩雪已经和我摊牌 我找陆明正大闹 两人的关系陷入冰点 陆明正这段时间 几乎没回家 今日回来 不过拿东西而已 老公 路上小心 我声音温柔地说 见我态度温和 陆明正的脸色好了许多 我走了 我说 你是去见韩雪吧 她生了孩子 的确该多多地陪她 陆明正似乎有点意外 退回来 诧异道 你不生气 我走到门口 体贴地为她整理衣领 怎么会呢 你们这样的大人物 三妻四妾很正常 那谁谁谁不都有情人吗 正常的很 你之前很生气 那是我没想好 以前的我太任性了 我说 回了一趟娘家 爸妈帮我分析一番 我已经想通了 既然选择 嫁给优秀的男人 自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哪能事事求全呢 陆明正终于笑起来 握住我的手指 千千 你能这么想 算是懂事了 你的家人很讲道理 你看奶茶妹妹 现在过得多好 对啊 我就是第二个奶茶妹妹 我说 明正 我爱你 不如哪天把韩雪带回来吧 我请她吃顿饭 二 韩雪理所当然的没来 我不介意 反正现在我不着急了 有的是时间陪她玩 此后 我停止大吵大闹 绝不过问陆明正的去向 每天面带笑容地伺候她 表现得十分温顺 陆明正越来越放心我 夸我 千千 你这样很好 如果能和韩雪和平相处 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我忍着恶心 面上温柔似水 伸手帮她拖完 外套 放心 我会和她做好姐妹的 陆明正满意地点头 男人们都期望三七四妾 且妄想三七四妾能和平相处 姐妹情深 可是他们不明白 爱情具有独占性 女人也是人 男人受不了绿帽子 女人也一样 我会劝她回来 她说 周末 陆明正给我打电话 签签 韩雪今晚到家里吃饭 哼 我眼眸冰冷 声音和缓 好啊 打完电话 我吩咐厨房准备大餐 还特意地收拾出一间 朝向不错的宽敞大房间 布置得典雅温馨 甚至在床头贴了个喜字 我拍下喜字照片 传给陆明正 这是你和韩雪的婚房 以后我和她都是你的妻子 陆明正感动坏了 回复我 芊芊 你真懂事 有妻如此 福福何求 我握紧手指 笑吟吟道 这是我作为陆家正妻应该做的 古时候 妻子主动地为丈夫那妾 我嫁进来两年没生孩子 早该为你那妾添丁 陆明正夸我做得好 还向我保证 芊芊 你是我的正妻 你的孩子才是嫡子 韩雪生的这个是树长子 呵 捧她两句 陆明正居然真把自己当古代豪族大少爷了 把自己孩子分笛子和树长子 真够搞笑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说 你注意休息 别累着 打完电话 我走下楼 我知道韩雪在别墅里留了眼线 就是管家 我一直把管家当朋友 经常会找他聊天 没想到他早已被收买 下了楼 我故意地和管家谈话 还把陆明正的手机语音点开给他听 我不信韩雪会对嫡子和树长子 无动于衷 倘若陆明正心里有嫡子和树长子之分 那以后财产的分配 肯定不一样 他那种女人 长得年轻貌美 明面上打着真爱的幌子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钱 晚上 陆明正带着韩雪回家 我们高高兴兴地吃了个饭 有陆明正在前 我和韩雪简直一见如故 相亲相爱地仿佛亲姐妹 一家人 就要这样和和气气才好 陆明正非常满意我们的表现 三 吃完饭 陆明正去书房处理公务 我和韩雪坐在客厅里相顾无言 巨大的夜经电视播放着甄嬛传 一部经久不衰 无数人看过的宫斗剧 我和韩雪静静地对坐 客厅里止于电视的声音 半赏 韩雪淡淡道 宋姐 没想到你这么大度啊 我沉稳地说 身为正妻 自然要有度量 男人嘛 都喜欢年轻漂亮的 等过两年新鲜劲过了 陆明正又喜欢别的女人 我同样会大度地迎进门 韩雪刚从大学毕业 便担任陆明正的助理 想方设法地排陆明正的床 做了陆明正的情人 韩雪说 宋姐真大方 我盯着韩雪的眼睛 有一就有二 大家族的男人 怎么可能只有两个女人呢 韩雪脸色微变 随即冷笑 宋姐嘴上大肚 实际心里恨得牙痒痒 就跟甄嬛传里的皇后一样 老公喜欢上别的女人 只能试图用大度宽容来挽留男人的心 保住正气位置 真是可悲 我掀了掀眼皮 倘若我是甄嬛传里的皇后 你又是谁 甄嬛吗 韩雪捋了捋秀丽的头发 红唇微钩 我不是甄嬛 我是皇后的姐姐 皇帝心中最爱的人 纯元皇后 我笑了笑 可纯元皇后早就死了 韩雪阴沉下脸 当晚 韩雪叫劲似的 缠着陆明正 不让陆明正和我说一句话 到了睡觉时间 韩雪拉着陆明正 进我为他们布置的新房 动静极大的搞了一晚上 故意向我示威 我依旧没生气 第二天温和地送他们离开 大度地举动 得到陆明正的夸奖 韩雪不甘心 晚上抱着孩子到别墅里 一边逗孩子 一边朝我笑 宋姐 什么都是虚的 有儿子才是硬道理 你说对吧 我没说话 她终于得意起来 主动道 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 宋姐 既然你这么大度 情人节那天 帮我带带孩子呗 我想和陆明正约会 她在挑衅我 一步步得寸进尺地逼我 她想让我发狂 让我主动地提离婚 我悄悄地握紧拳头 沉声道 可以呀 同时 脑子里一个恶毒的想法冒出来 我要这对渣男剑女去死 前世新闻报道 情人节那天 有人在C市吉祥大厦 花园餐厅安装炸弹 等烟火盛开时 砰的一声 餐厅会被炸成碎片 如果我能让这对渣男剑女 去花园餐厅吃饭 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们 我忍住胸中恶气 微笑着道 好啊 只要你敢把孩子交给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含血挑眉 我还要当着陆明正的面 把孩子交给你 前台词 但凡孩子出问题 我就会被追责 对吗 我一微笑 你敢交给我 我就敢接 四 舒适的咖啡厅里 客人聊聊 我和男人坐在隐秘的角落 头上的灯光昏黄暧昧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 郑重地递给我 宋小姐 东西都在里面 我接过U盘放进包里 男人又从文件袋里 掏出一打照片 上面是一个男人 与另外一个人握手的情形 两个男人都笑得挺得意 如您推测 宋总的确和明成集团的人 在秘密交易 上次您告诉我 让我在明珠酒店等着 果然拍到他们的照片 男人说 宋总把财务机密 全部泄露给明成集团 极力地游说 宋董接受蓝湾文旅程项目 我面无表情地翻看照片 点点头说 辛苦了 剩下的十万为款 我会打给你 谢谢宋小姐 男人说 从咖啡厅出来 我直接开车回宋家 前世宋家破产 一家人背负累累债务 过得穷困潦倒 最大的原因 便是我的亲叔叔宋谣的背叛 宋谣和明成集团的人 勾结在一起 侵吞财产 还让宋家接收了一个 埋雷深重的资产包 蓝湾文旅程项目 蓝湾文旅程项目资产 高达五十个亿 一旦出现状况 后果不堪设想 前世便是蓝湾文旅程 把宋家拖进了深渊 破产后 陆明正经常开车到我面前说 芊芊 看看你 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她一直对我当初 执意离婚耿耿于怀 也仇恨我离婚时 打她一巴掌 伤害了她的尊严 故而在宋家破产后 经常找我麻烦 我至今记得 为了生计 我们一家在路边摆摊卖烧烤 陆明正带着韩雪到烧烤摊 指明要我喝酒做陪 韩雪笑吟吟地说 宋姐 给我拿瓶家多宝 宋姐 我要热的 你怎么帮我拿冰的 宋姐 我又改主意了 要冰的 后面 陆明正让我喝酒 说只要我喝上五瓶啤酒 就奖励五百块钱 五百块 当年吊在地上 我都不屑弯腰捡 可我为了钱 真喝了五瓶啤酒 伸手道 我喝完了 给我五百块 陆明正淡淡道 你就这样和客人说话吗 韩雪在旁边笑意如花 宋姐 搞清楚你现在的身份 你可不是陆太太了 朝陆总要钱 得鞠躬说谢谢 我气得浑身发抖 可我知道 假如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做 他们肯定变招法地折磨我 于是我朝陆明正屈辱的低头 谢谢陆总 陆明正掏了掏口袋说 没现金 我有 韩雪从他怀里跳出来 从香奈儿包包里 掏出五张人民币 在我伸手皆是忽然 扔到地上 捡吧 他们两人同时笑了 笑得十分欢快 乐心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赶紧停下车 缓了好一会儿 才继续开车回家 重生归来 我第一件事便是向爸爸说明 宋姚背叛的情况 然而爸爸非常信任宋姚 大骂我一顿 无奈之下 我只能暗中寻找四家侦探 调查宋姚的人际来往 以求拿到确实证据 半小时后 我回到宋家 千千 你怎么回来了 宽敞的别墅内 哥哥宋青诧异地问我 我找爸爸有事 我说 爸爸呢 在书房 哥哥说 我匆匆地赶到书房 爸爸疑惑地抬头 千千 你回来了 我关上项目门 将照片放到桌上 爸 宋姚私下和明成集团有来往 明成集团的老总和爸爸 非常不对付 是极其强劲的竞争对手 看到照片 爸爸脸色微变 我又将U盘拿出来 插入电脑 里面是照片的底片 以及几段录音 证据确凿 无可辩驳 我说 爸 千万不要接手蓝湾文旅程项目 爸爸沉默良久 苦笑 已经接手了 五 回到陆家时 已经晚上九点 我坐在落地窗前的单人沙发上发呆 外面的雨声嘻嘻沥沥 陆明正又没回来 空旷的房间冷静得可怕 明明婚姻让两个人互相扶持 互相温暖 为何嫁了人 我却更加孤独 更感寒冷 陆明正是我的高中同学 也曾是我少年时期暗恋过的人 那年春暖花开 她穿着球衣 抱着篮球从樱花树下路过 一回眸 眼睛里似乎聚集着春日光辉 让人怦然心动 当初留学回来 知道联姻对象是她 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我们曾有过相敬如宾的时光 和普通情侣一样短暂热恋 然后迅速地走进婚姻 在后面 她忽然就有了别的女人 回到卧室 我搬出自己的秘密盒子 里面有一张少年的旧照片 我伸手妈撒照片 上面的男孩子双手比V 面带笑容 露出一口小白牙 青春纯挚 哪想到 十多年后 她会变成一个顽固 自大 恶心地让人想吐的男人 又或者 我以前恋慕的 只是青春时期的一道幻影 从来不是她 我拿起照片 用力地撕成碎片 毫不犹豫地扔出窗外 看着纷纷扬扬的纸蟹落入雨中 我拿起手机 给陆明正打电话 明正 你对蓝湾文旅程项目有兴趣吗 在我的极力推销下 陆明正似乎有了点兴趣 当我想多和她聊几句 手机里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声音 又是宋杰啊 宋杰 大晚上的 就不要打扰我们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 舒然握紧 再说正事呢 陆明正的声音 你和宋杰能有什么正事啊 她没生孩子 也没工作 能谈什么事 寒雪问我 宋杰 你说对吧 我沉默片刻 问道 陆明正 你觉得她说得对吗 陆明正没回答 寒雪声音拔高 老公 我要吃醋了 今晚你别碰我 好好好 多依你 陆明正像哄孩子一样的劝慰 又对我说 千千 寒雪还小 是个孩子 你别和她一般计较 还小 固然我快三十岁 可寒雪也二十四了呀 那是个成年人 不是什么孩子 她要我让着她 我握着手机说 我明白 放心 我会让着她的 哎呀 陪人家忙 人家不要你打电话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寒雪撒娇 我要你陪我 你陪我吗 陆明正似乎被她缠得无奈 对我说 明天再聊吧 如果是前世的我 此时肯定气哭了 但我温柔地说 好的 明正 寒雪有小房子陪你玩 我也想要一所自己的小房子 陆明正脱口而出 明天陪你去买 谢谢 我高兴到 放下手机 我轻蔑地一笑 陆明正那种垃圾 寒雪想要就要吧 我只要拿钱就好 看着窗外的小雨 我缓缓地露出一个微笑 寒雪 陆明正 情人节等我 六 宋家别墅 爸爸的书房 叔叔宋摇 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里 接受爸爸的怒骂 我走进去说 爸 哥 你们先出去吧 我和叔叔聊两句 书房门关上 千千 你帮我说句话吧 叔叔不是故意的 宋摇无脸哭泣 你爸爸执意要把我送进监狱 我不想坐牢啊 千千 我拍拍她的肩膀 叔叔 我是来救你的 宋摇立即拿开手 抬脸看我 真的 对 我微笑道 不过 你得帮我们做一件事 什么事 用你欺骗我爸爸的方法 去欺骗陆明正 宋摇呆住 结结巴巴道 欺骗陆 陆明正 是的 我走到他背后 贴着他的耳朵说 你和明成集团的人来往密切 他们信任你 明成集团 想要将蓝湾文旅程 脱手出去赚钱 至于赚谁的钱 他们并不介意 现在项目还未正式开始 等陆明正进来 咱们宋家就能脱身而出 宋家虽然开始接手蓝湾文旅程项目 可手续非常复杂 只要能找到接盘侠 快刀斩乱麻 大不了损失点违约金跑路 并不会被拖累到破产 可是 宋摇不可思议地问道 陆明正不是你老公吗 他不是我老公 我笑笑 他是寒雪的老公 回到陆家 陆明正居然回来了 千千 昨晚还好吧 他客气地问道 当初刚知道他和韩雪的事 我大吵大闹 陆明正极其讨厌我 绝对不会和我如此温声细语地说话 昨晚和韩雪发生一点矛盾 他便赶回来看我 看来这些天 我努力地做小福低 总算有了成效 没事 我摇摇头 韩雪年纪小 性情直爽 我理解 他说 你能理解就好 老公 我能理解 但不代表不会难受 我委屈地说 我处处忍让 宽容大度 他却一次次地挑衅 我心里委屈 说着我眼圈红了 做戏吗 谁不会啊 陆明正近段时间 把我的行为看在眼里 知道错在韩雪 便上前安慰道 辛苦你了 他劝慰 我不听 我提醒 他有小窝 我没有 陆明正道 行吧 我带你去看房子 求之不得 男人的愧疚心 只能维持一两天 我自然要把握住 当下带着他去了一处高档楼盘 定下一套价值一千多万的洋房 而且 我要求 他以赠予的名义 写我妈妈的名字 这 陆明正迟疑 我生气到 我和你是合法夫妻 你给我买房子 实际上有你的份 哪里叫送我啊 你给韩雪的房子 才叫完全赠予 我不管 我必须和韩雪一样 大庭广众下 陆明正不想丢面子 而且也因为想赚 蓝湾文鱼城的钱 便痛快地答应了 我打电话叫上妈妈 当天订下房子 完事后 我又带着陆明正去奢侈品店大肆地购买 以前的我 性情高傲 非要彰显自己的独立 绝不开口向陆明正要钱要东西 可现在证明这种行为非常愚蠢 你不花男人的钱 自然有别的女人帮你花 七 妈妈在场 陆明正不好意思和我翻脸 忍痛付款 我买了几个奢侈品包包 价值几十万的宝石 十几万的玉镯 给妈妈买了个十万块的玉佛 逛完街 我直接将这些东西全送给妈妈 让她带回送嫁 毕竟 假如要离婚分割财产 这些东西若留在陆家 都会被算成共同财产 要被含血的私生子分走一部分 我一毛钱都不想给那私生子留下 买完东西 我才和陆明正谈蓝湾文旅程项目 男人都喜欢挣钱 陆明正更是野心勃勃 他正式地掌握陆氏集团仅一年时间 急需做出大的成绩证明自己 蓝湾文旅程是明成集团开发的 愿意低价卖给宋家 我们已经入股了 想让你也入股 我介绍一番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我叔叔宋谣知道 我联系上宋谣 让宋谣和陆明正谈 宋谣能糊弄住爸爸 自然也能糊弄住年轻的陆明正 陆明正不喜欢我 肯定也不会信任我 但宋谣长袖上舞 花言巧语 又有明成集团的人 从旁使圈套 他很快地就同意了 不过三天时间 陆明正如同当初的爸爸那样 以为大有转头 急忙出资十个亿进 蓝湾文旅程小区项目 我没想到 他会如此大手笔 我以为他会再侦查一阵 少量投钱 结果如此莽撞 我不认为是他信任我的缘故 因为倘若他真信任 尊重我 就不会在外面养女人 生孩子 我劝服不了 他投那么多钱 他投这么多钱 只因为他贪婪且愚蠢 看完蓝湾文旅程 陆明正和明成集团的人离开 我回到陆家 迎面便见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婆婆 我封锁了消息 她现在才赶回来 可惜已经晚了 陆明正已经上钩了 坐在沙发里 婆婆十分客气地询问 千千啊 那个蓝湾文旅程 可靠吗 我 听叔叔说 十分可靠 公共睿智精明 可惜一年前忽然脑梗中风 瘫痪在床 连话都不能说 婆婆到疗养院照顾她 陆明正提早接手陆氏集团 倘若公共在家 我们绝对骗不了陆明正 但换个说法 倘若公共在家 陆明正也万万不敢在外面养个女人 还生下私生子 并非公共多喜欢我 而是公共脑子清醒 知道不和合作的殷亲闹僵 婆婆和公共不一样 她脑子不清醒 对寒雪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 寒雪打上门这么多天了 她静悄悄的 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要不是蓝湾文旅程项目 投了太多钱 她绝对不会赶回来 我仍记得钱是 她警告我 你生不出孩子 难道要让陆家绝后吗 不管寒雪如何 她始终生了我们陆家的大孙子 你必须得忍着 呵呵 前世不想忍 今生也不会忍 八 就在我和婆婆聊天时 寒雪忽然从外面抱着孩子走进来 开口就叫 妈 婆婆喜笑颜开地站起身 迎过去道 寒雪啊 来 让我抱抱大孙子 哎呦 真怪 一个自然地叫妈 一个自然地答应 我反倒像个外人 孩子哇哇大哭 寒雪说 妈 她要出去走走 行行行 马上带大孙子出去走 婆婆抱着孩子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寒雪二人 宋姐 听说你为了争宠 极力地为明正介绍生意呢 你的目的达到了 明正这几天都没谢我呢 寒雪冷笑 不过我也不是傻的 山不救我 我来救山 我淡淡道 所以一听说婆婆回来 马上就抱着孩子上门 寒雪轻哼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桥梯 宋姐 你没孩子 始终比不过我 顿了顿 她笑吟吟地说出 前世那翻戳新窝子的话 宋姐 现在法律规定 情人可以光明正大的生孩子 私生子可以光明正大的继承财产 我用你老公的钱买房 买车 却不用承担原配的责任 你何必霸占陆太太的位置不放 我毫不为所动 寒雪 你不知道和陆明正在一起 女人们要相亲相爱吗 你这么善度 以后有别的妹妹怎么办 寒雪恼怒道 陆明正爱我 绝不会爱其他女人 我微笑已对 她曾经也对我这么说过 我和寒雪不欢而散 她为了恶心我 直接住在陆家里 婆婆没反对 陆明正也没反对 仿佛理所应当的样子 两人支持的态度 让寒雪越发嚣张 抱着个儿子当宝贝 天天到我面前 明里暗里的炫耀 婆婆查看完公司情况 就回到疗养院 以她的水平 看不出任何问题 她一走 房子里便剩下我 陆明正 寒雪三人 时间来到情人节前一天 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时 我故意地问陆明正 老公 明天你有什么安排 总不能我们三个人 一起约会吧 陆明正愣了一下 寒雪放下筷子 笑吟吟道 姐姐 明正已经和我 约了明天出去玩 我故作不服 刺激寒雪 我是老公的正妻 情人节当然应该和妻子 一起过 你以为你算哪根葱 寒雪摔跨而去 陆明正起身追她 不知两人在楼上 说了些什么 寒雪笑着 从楼上跑下来道 宋姐 明天我和明正一起出去 你留在家里 给我看孩子吧 啊对了 听说你是贤妻 宽容大度 明天我和明正的约会计划 就由你来设计 一定要给我和明正 一个完美的约会哦 寒雪笑容恶毒 她要压我一头 证明自己的地位 同时继续刺激我 让我主动离婚 陆明正走下来 咳嗽一声说 千千 照着寒雪的话做吧 寒雪趴在陆明正的怀里 得意地向我示威 她越来越肆无忌惮 而陆明正也宠着她 陆明正真的飘了 以为只要进入蓝湾文旅程项目 就可以不用顾忌宋家 完全不尊重我 我在她心里只是个工具人 我叹了口气道 行 原本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各种方法 引导两人去花园餐厅 结果现在寒雪主动送上门 我转过身 暗暗冷笑 我把两人的晚餐地点 定在吉祥大厦的花园餐厅 那座餐厅非常高档 是著名的情人餐厅 那层楼里还有许多休闲玩乐的地方 有个大台子 可以俯瞰城市风景 姐姐的安排果然妥当 寒雪非常满意 陆明正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我们三人都很满意 九 第二天 情人节到了 一大早 寒雪将孩子抱给我 笑容恶毒地说 姐姐 今天儿子就拜托你了 我没接孩子 而是让保姆抱过 淡淡道 祝你们约会愉快 她笑道 会的 我们会非常愉快 我坐在沙发里 孩子在摇篮里咽咽压压 我拿起小铃当逗她 旁边的管家紧张兮兮地盯着我 我抬起头 微笑道 别怕 我不会对孩子出手 毕竟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 他是无辜的 管家一愣 抢笑道 夫人 我没这么想 我笑了笑 叫上所有佣人 我有事出门 现在我将孩子交给管家 如果孩子有事 就是管家的问题 明白吗 我声音严厉地吩咐 管家吓一跳 其他佣人面面相取 我又问了一句 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佣人回答 我提着包包走出房间 随便找了一家服装店 买了连帽卫衣 长裤 运动鞋 墨镜 开一间酒店房间 我坐在里面静静地等候 差不多六点过 我换好衣服 戴上墨镜口罩 全副武装才出来 我为两人订的晚餐时间是七点 七点零时分 餐厅会像烟花一样的被炸成碎片 我在这里 就是要亲眼看见它们变成烟花 那情形一定很美 走出酒店 情人节到了 到处都是彩灯和情人节的图案 字眼 气球和荧光灯也多起来 很有过节的氛围 我走到吉祥大厦边等候 仰头看着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宏伟 现代 美丽 前世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透露 放炸弹的罪犯是个精神有问题的偏执狂 智商很高 他的女朋友贤贫爱富 跟着富二代约会 于是他仇恨金钱至上的社会 仇恨女人 一怒之下 自制了定时炸弹 安装在花园餐厅里 报复社会 七点十分 炸弹爆炸 当场炸死二十多个人 且爆炸引发火灾 导致五十多人死亡 姐姐 买花吗 一道小女孩的声音 从下方响起 我低下头 看到一个跨着花篮的小女孩 站在我身边 手上拿着鲜艳玉滴的玫瑰花 脸庞稚嫩 我摇摇头 小女孩扭过头 一路问着买花吗 一路朝吉祥大厦里面走去 大厦门口 游人如知 许多情侣挽着手走进去 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 在未走进婚姻殿堂前 我似乎也这么笑过 我眨眨眼 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爆炸固然可以帮我报仇 可另外五十多个人也会死 而只要我提早报警 完全可以避免这五十多人死亡 一边是仇恨 一边是良心 忽然间 他们放在天平上 等着我选择 如果我什么也不做 惨烈的爆炸事件 会再度发生 死伤无数 成为所有人心中的痛 倘若我通知警察 我将无法报仇 那两个贱人 会继续逍遥自在 我扶低做小 忍辱负重 等的就是这一刻 难道要我就此放弃 再则 假如我报警 我无法向警察解释 我为何知道餐厅里有炸弹 自己反而陷入更大的麻烦中 我该怎么选 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拿不定主意 烦躁地在广场走来走去游荡 快到七点钟 我停下脚步 在人潮汹涌中 抬头往上看 闪烁的霓虹灯中 珠宝商的广告牌 巨大而明亮 上面的婚戒 晶莹剔透 引诱无数女人 走进婚姻殿堂 我的眼眶微微发红 死掉的五十多个人里 肯定有人是幸福的吧 深吸一口气 我将手放进口袋 摸出手机 仇恨和良心 我选择良心 即将按下110那刻 眼角的余光 忽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手机 见面居然还亮着 老天都在帮我 我如释重负 冲上去捡起手机 趁着屏幕没关前 赶紧点开拨号键盘 按下110三个数字 只要我拨打得够快 警察也休想顺着手机找到我 龙山区吉祥大厦花园餐厅 安装有炸弹 7点10分爆炸 请速速派人处理 炸弹捡红线 就可以停止倒计时 接通电话 我不等接线员问问题 快速地重复三遍 然后扔下手机 赶紧跑开 此时已经6点40分 7点10分的炸弹 警察处理起来 游刃有余 我抬头望向吉祥大厦 胸口涌起一股不甘心 谋话这么久 就这样放过渣男贱女 不行 我咬咬牙 跑进吉祥大厦 坐电梯抵达花园餐厅 时间已经6点55分 我在电梯数字盘上 按下一楼 从里面出来 又快速地去按 另外一部电梯的一楼 两部电梯缓缓地降落 不一会儿 警车尖叫着抵达 十几个警察 冲进吉祥大厦 里面的人快出来 有炸弹 商场里的工作人员大吼 一瞬间 无数人尖叫着 朝大厦外跑去 花园餐厅里的人 还不清楚状况 我压着嗓子大吼 餐厅里有炸弹 7点10分爆炸 快跑 此时得到通知的工作人员 也大吼 快跑 炸弹快爆炸了 瞬间 所有人都慌乱起来 匆匆地往外跑 透过慌乱的人群 我看到坐在靠窗位置的 陆明镇和寒雪 也站起来往外跑 人群一拥而上挤入过岛 拥挤不堪 今天是情人节 顶楼的看台上聚集了大量看夜景的人群 全涌向电梯 两部电梯瞬间被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我之前已经按下电梯一楼 过而电梯慢得像蜗牛 迟迟不上来 商业电梯或许不用我按 它也上不来 恐慌的人群 自然而然地选择从安全楼道逃生 我知道炸弹肯定会被解决 从容地躲在安全楼道里 恐慌的人群争相逃命 根本没人注意到我站在旁边 就算注意到了 也不会在意 不一会儿 陆明正拉着寒雪跑进楼道 两人表情慌乱 跟随人流匆匆地往楼梯下跑 我拉了拉茂盐 跟在两人身后 等走到一处阴暗的楼梯处 我用力地从后面踹了陆明正一脚 陆明正猝不及防地往前扑倒 如同皮球一样咕噜噜地滚下去 这些年他养尊处优 天天吃香喝辣 身体大不如前 这一摔 估计够呛 旁边的寒雪被他拉着 也跟着倒下去 有人摔倒了 有人喊 但没人停下 生死存亡时刻 大家都想逃命 我上前拉起前面被陆明正扑倒的人 眼看着陆明正要爬起来 趁着混乱见 我又狠狠一脚踩到他已经流血的头上 那一脚 用尽我全身力气 无数人踏着他的身体跑过去 啊 陆明正微弱地惨叫 寒雪趴在台阶上挣扎大哭 我想踹他 但人群力量太大了 挟持着我一路往下跑 我只能遗憾地收手 后面的恐慌人群 根本看不清前面的情况 一路压着踩过两人的身体 轰隆隆地向下跑 人群踩踏的力量 非同小可 我拉上卫衣帽 功成身退 悄悄地回到酒店 换上衣服回宋家 没有回陆家 十一 当天晚上 炸弹拆除 除了几个倒霉鬼摔倒受伤 无人死亡 其中受伤最严重的两个倒霉鬼 是陆明正和寒雪 陆明正昏迷不醒 寒雪断了两根肋骨 脸也被踩伤了 尤其是他的鼻子 原来他那鼻子是假货 逃难人群照着他的脸一通乱踩 鼻梁和假体直接踩爆 警察拆除炸弹后 抓住了安装炸弹的人 并没有查到报警人的线索 实际上 警察并没有广泛地通知商场里的工作人员 然而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 让大厦的工作人员提前知晓 故而人群才恐慌地乱跑 倘若没有走漏消息 我在花园餐厅的大喊大叫 吃饭的人不一定信 警察肯定也会查到我身上 因为走漏了消息 工作人员先大喊 我的叫喊无人追究 就仿佛 当我选择良心的时候 老天爷也在帮我 送我一部无主的手机 让我顺利地制造恐慌 却不用被发现 也让我顺利地报仇 爆炸事件在和平的国内相当严重 新闻瞬间登上热搜头条 甚至惊动了最高级 顺带的 事件里面受伤的人也备受关注 陆明正和小三情人节约会 双双被踩的消息 迅速递上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评价 活该 两人虽然受了伤 却遭受万人唾骂 婆婆当晚就回来了 知道陆明正生死未卜 站在走廊里大哭 就在这时 保姆给我打电话 夫人 少爷又吐又拉 情况非常严重 什么 婆婆惊慌地问道 我大孙子怎么了 我将手机递给他 陆明正昏迷 婆婆正巧找不到发泄途径 大骂道 连个孩子都看不好 要你们有什么用 他扭头看向我 质问 陆明正和寒雪出门了 你呢 你在干什么 妈 我今天一早就出了门 孩子拿给管家带的 我说 你为什么要出门 婆婆脸色猙獰的怒吼 怎么能把我的大孙子 交给别人 我眼圈慢慢地红了 妈 陆明正和小三出去约会 小三把孩子扔给我带 我不想给小三带孩子 出去走走 不行吗 婆婆语色 赶紧把孙子送过来 婆婆对着手机大吼 很快的 管家和保姆带着孩子过来了 孩子被送去看医生 医生诊断 孩子吃了坏了肚子 妈 我一早就出门了 可没喂过孩子任何东西 我说 早就知道 韩雪把孩子交给我不安好心 没想到他真学甄嬛传里的华飞 给孩子下药 够饿毒的 还好我提早预感他要做妖 故而从不碰孩子 也不喂孩子东西 甚至一早就离开陆家 洗脱嫌疑 肯定是管家给孩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淡淡地说 我没有 管家脸色大变 妈 韩雪和管家是好朋友 管家应该不是故意伤害孩子 他只是能力有问题 看不好孩子而已 我说 婆婆在气头上 冲上去揪住管家的头发 啪啪地给他挤耳光 然后吼道 连孩子都看不好 废物 滚 永远别让我看到你 管家委屈地直哭 我走过去 凑到他耳边说 吃里扒外的东西 就该这种下场 知道这个家里 谁才是真正的女主人吗 管家浑身发抖 惊恐异常 滚吧 否则 我弯唇微笑 就这样 韩雪的耳目被辞退了 管家提着行李箱 灰溜溜地滚蛋 而且 他照看不了主人家孩子 口碑崩盘 别的大户人家也不敢用他 我当然不客气地点评他 吃里扒外 给予其致命一击 他在C是彻底地待不下去 只能离开 十二 感谢现代医学 医生很快查清楚 孩子吃的东西 谢药 回去找 婆婆勃然大怒 一声令下 让所有人回别墅找药物 命令我不许回家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他果然怀疑 是我再给孩子下药 我冷笑 他们陆家人 从未信任过我一次 不久有人汇报 在韩雪的房间里 找到了谢药 婆婆面露惊恶 我说 妈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韩雪故意让我带孩子 自己跑出去 倘若孩子出事 就是我的问题 他给孩子吃谢药 把孩子交给我 一走了之 等孩子上土下泻 你和陆明正第一个要责罚的人 就是我 证据在前 婆婆阴沉了脸 咬牙切齿道 贱人 敢伤害我的大孙子 要不是他 我儿子怎么会昏迷 他就是个扫把星 我在旁边听他大骂 嘴角微勾 制定约会地点的是 只有我 韩雪 陆明正三人知晓 婆婆以为 陆明正是被韩雪 带到花园餐厅才受的伤 恨之入骨 我当然不会解释 婆婆手段很辣 当场令人 将陆家 韩雪屋子里的东西 全部扔了 贵重的东西 留下卖掉送人 不贵重的直接扔掉 韩雪刚做完手术醒来 婆婆便冷着脸 站在她面前道 钥匙给我 神 什么钥匙 韩雪结结巴巴地问 你自己家的钥匙 给我 婆婆冷冷地说 韩雪有点触她 不清楚状况 只好把钥匙给了婆婆 婆婆将钥匙交到我手里 说 你去她屋子 将里面所有的东西搬走 那些都是你的东西 这是我的命令 过两天 等陆明正醒了 让她把房子拿回来 如果她不肯 婆婆看了一眼韩雪 我支持你去法院起诉 处理完韩雪 婆婆转身离开 连眼神都没留给韩雪一个 她要去手镯陆明正 不行 韩雪从床上蹦起来 拉扯到伤口 痛得嗷嗷大叫 你们不可以这么做 我笑道 韩雪 法律支持原配友追回夫妻财产哦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我 逼我离婚的原因吧 小三享受的房子 车子 全都可以被原配追回 你生怕这一天到来吧 空荡荡的病房里 只与我和韩雪二人 贱人 都是你在害我 韩雪大哭 你知道那地方有炸弹 故意害我和陆明正 我挑眉道 韩雪 是你主动让我为你制定约会计划 我定下情人餐厅 也是你自己首肯的 关我什么事呢 我走到他身边 柔声地说 老天爷站在我这边 能有什么办法 贱人 韩雪疯狂地大骂 我面色不变 当初你说 你是甄嬛传里的纯元皇后 真是搞笑 纯元皇后善良纯洁 才能成为皇帝的白月光 人家可是正经原配 你做小三破坏家庭 恶毒地给自己孩子下泄药 栽赃陷害我 怎么和纯元皇后相比 你呀 说来说去 只是个瓜六 哦 连瓜六都不如 韩雪呆若目击 我最后好心地提醒 韩雪 记得看看自己的鼻子 我转身离去 病房里传来韩雪的惨叫 她应该注意到 她的鼻子已经坏了 我按照婆婆的命令 派人将韩雪屋子里的东西 搬到陆家 我前世知道 原配可以追回财产 但老公婆婆全都站在小三那边 我也无能为力 如今 我能顺利成行 不过因为婆婆愿意打击韩雪而已 韩雪躺在床上无能为力 当她知道自己的鼻梁断了 毁容时 已经固步的房子的事 鬼哭狼嚎的希望能整容修复鼻子 没人理她 十三 陆明正昏迷 公司乱成一团 急需煮心骨 婆婆赶回公司镇厂子 目前蓝湾文旅程项目正在进行 涉及金额巨大 必须选出一个负责人 婆婆分身乏术 只能从下属当中选 风雨飘摇之际 她不放心任何人 最终选择相信殷亲 血缘 我是宋家人 宋家是文旅程项目的合伙人 同时 我又是陆明正的太太 让我负责文旅程项目顺理成章 千千啊 蓝湾文旅程就拜托你了 婆婆拉着我的手 语重心长 等明正醒来 我让她尽快地和你生一个孩子 你的孩子才是笛子 韩雪生的那个 充其量是个数字 你放心 你的地位永远稳固 呵呵 又来笛子树子那一套 这陆家 似乎有皇位要继承 我红唇微泯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地负责的 既然有我负责 那就更好操作了 半个月后 陆明正终于清醒过来 转到普通病房 她不知道 外面已经变了天 我走到她病床前 扔给她一叠纸 冷冷地说 陆明正 我们离婚吧 陆明正拿着离婚协议书 猛了 什么情况 离婚 不离 陆明正皱眉 千千 不要胡闹 你以前不是很懂事吗 我 懂事 我一忍再忍 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坚持离婚 陆明正苦劝良久未过 十分生气 宋千千 我病还没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陆明正开始摆架子 韩雪呢 她怎么样了 你只关心韩雪 那就离婚让韩雪上位啊 我说 你们情人节约会 把我扔家里 连孩子都有了 为什么不和我离婚 咱们两家现在在合作 离婚的事不要想 陆明正说 你以前也同意和韩雪 好好地相处 现在反悔有什么意思 有钱的男人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你别闹了 行不行 病房门忽然被打开 几个记者冲进病房 对着陆明正一顿狠拍 陆先生 我们想提醒您 三妻四妾是违法的 有人说道 陆明正大惊失色 你们是谁 谁让你们进来的 没人理他 我拿起离婚协议书 签吧 陆明正的那番话 被原原本本地报到出去 她情人节私会小三昏迷的事件 人尽皆知 如今又发表这番言论 所有人支持我离婚 等她反应过来时 就连扫地大妈都占我这边了 宋家自然替我出头 我在之前从未透露过离婚的事 不止陆明正措手不及 连婆婆也措手不及 然而我早有准备 即便她想阻止 也阻止不了 婆婆自然让我从公司滚蛋 撤销我蓝湾文旅程项目负责人身份 想要教训教训我 我从容地离开 我开始起诉离婚 并且追缴韩雪之前购买的房子 车子 还公布了孩子的照片 以证明陆明正早已出轨的事实 小三的孩子 我不会保护肖像权 我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 让他和他妈出名 十四 我和陆明正顺利地离婚 并且因为舆论在我手中 我分到了大笔财产 韩雪的钱财几乎都被追缴回来 被我和陆明正评分 公司受到的影响不大 因为当初精明的公公 从未让我插手过公司事务 我也没有那个心思 所以 公司的股权我无权瓜分 但无所谓啊 反正文旅程那个项目 早晚会将公司拖进深渊 我得不到 陆明正也休想得到 我不是想要公司 而是要让陆明正常常当初我受过的苦 韩雪出院了 折腾两年 竹篮打水一场空 脸还毁容了 他那鼻子伤得太厉害 就算修复也修复不了 十分怪异 陆明正没有看丑八怪的嗜好 加上婆婆非常不喜欢他 透露出他给孩子下药的事 陆明正直接将他扫地出门 又过了不久 宋家全面撤出文旅程项目 保留了实力 而陆明正的公司 被明成集团盯上 撕咬 成为最后的冤大头 陆家落败了 陆明正欠下巨额债务 流落街头 钱婆婆因为之前给疗养院一大笔钱 疗养院保障他今后的生活 他和钱公共一起平静地在疗养院度过晚年 但无力支持陆明正东山再起 更无法偿还债务 陆明正带着孩子 辛苦地找工作 过了不久 他觉得养孩子麻烦 找到韩雪把孩子扔给他 韩雪不想要孩子 他觉得只要把脸修复好 可以继续傍大款 孩子会拖累他 故而拒不接受 当初的陆家金孙孙 成了没人要的小孩 最终陆明正直接赶去韩雪老家 将孩子扔给他现成的父母就走了 韩雪也任由孩子扔在老家 不闻不问 那孩子错误地出身 造成了他凄凉的结果 我并没有想着去落井下石 故意地踩路明正和韩雪二人 在爆炸事件中 我选择了良心 事后我忽然顿悟了 仇恨不是生活的目标 报复渣男贱女 并非终极目的 让自己过得开心 活得更好 才是最终目的 仇恨 只是人生的一曲小插曲 我开始接触公司事务 努力地工作 做大做强 很快成为人人称赞的女强人 家庭庆功会上 哥哥夸我 芊芊 你怎么这么厉害 还好啦 我谦虚地说 爸爸也说 芊芊不止能力强 更重要的是有毅力 做事始终保持底线 才能有此成绩 我喝了一口香槟 微微一笑 前世十多年的痛苦 磨练了我的心性 能忍常人之不能忍 锻炼了我洞察人心的能力 而爆炸事件里 老天爷让我做出选择 让我坚定了做人做事 一定要有信念和底线 如此我才能在商场 始终坚定不移 勇往直前 婚姻 不再是我的必需品 或许我会遇到一个动心的人 再次走进婚姻殿堂 但下一次 一定会无比谨慎 再次随着